哈喽今天的视频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在TraderJose买的比较频繁的食物 虽然种类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味道都还不错还挺值得买的 其中有些东西呢是TraderJose家特有的 那首先第一样呢是最近比较喜欢的这个薯条 如果你经常逛TraderJose的话这一款应该都看见过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薯条棍 这个薯条棍的口感呢和日本的那个薯条三兄弟非常非常的像 如果你没有吃过那个薯条三兄弟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来代替 它就是比较就是原味的薯条 里面只放了一些些盐的成分吧 但是很香脆就拿出来就是这样一根一根的 确实和那个薯条三兄弟非常的像 而且口感上也很像 这个口味呢是新出的番茄酱口味是最近才发现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番茄口味薯条啊或者是薯片 像以前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就吃那个上好家的番茄薯条 那前两年这边乐视出过一款番茄味的薯片 那个就是是一个限量的没多久就没有了 TraderJose出了这个番茄酱口味的薯条 我肯定是要试一下的嘛 它的形状脆度和原味是一样的 但是外面呢就是裹了一层这个番茄酱 所以看上去就是橘橘的那种 试上去呢是酸酸的有一些些的甜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甜那么一点点就会更加好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酸甜口味的 那第二款呢也是一个零食 这个是芥末海苔 我之前买他们家照烧味的海苔比较多 最近买这个wasabi的海苔比较频繁 而且wasabi它是一小包一小包买的 不像那个照烧它是就是一大包一大包买的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爱吃芥末口味的零食 像一些芥末青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芥末的零食 我都不是很爱吃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首先因为它是海苔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海苔的零食的 拆一下 薄薄的一片 它看上去没什么特别 但是它有很重的芥末味 而且是那种青芥末味 不是黄芥末 有时候吃的时候不受辣 眼眶里还会有眼泪在打转 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隆重的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新欢 我今天早餐吃的也是这个 就是Treligious他们家的冷冻的croissant 之前经常会买他们家的现成的那个原味的croissant 那个就是稍微的烘烤一下里面 隔个鸡蛋啊火腿啊芝士啊 也是很好的早餐选择 前段时间我是无意的拿了他们家的这个巧克力croissant 是冰冻的 就是比较好奇吧就拿了 然后回来做了以后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还放在那个instagram上好几个同学都认出是Treligious家的巧克力croissant 后来昨天我就又买了他们家这个杏仁口味的 其实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它打开其实就像一个面团一样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看得见吗 它里面是有巧克力的 然后它的操作方式呢 就是提前拿出放在普通的室温下 让它自然的就是发酱 我通常是晚上拿出早上烤 第二天早上你在看它的时候 它就是膨胀的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胖胖的很可爱 最后呢就是放入烤箱里面 350度20到25分钟 我通常烤之前呢都会在上面刷一层这个蛋液 这样的面包呢就更加有光泽度 而且口感也会更加的香一点 烤完之后呢这个croissant外面是脆脆的 咬起来呢又很松软 里面那个巧克力都花成巧克力酱 然后再配上一杯咖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杏仁的这一款呢 它不但就是它的表面是会有杏仁片 里面它也有杏仁酱 试上去是有比较重的杏仁味的 现在来提一下 除了刚才说的巧克力味的和杏仁味的croissant呢 我还买了这个 这个是芝士火腿味的 这个呢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的特别 因为它这个呢 打开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底其实是Tradio's他们家的那个起酥皮 那说到起酥皮很多人说就是平时买不到Tradio's他们家的那个起酥皮嘛 那就可以用这个代替 这个牌子呢是常有的牌子 Pardy啊或者一些普通的grocery store都可以买得到 这个起酥皮和Tradio's他们家的比呢 就是Tradio's他们家的那个黄油含量更加的高一点 就是烤的时候会更加的香一点 这个油的含量呢就稍微的少一点 但是也是比较不错的替代品啦 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呢是一款香肠 这款香肠在我的vlog里面应该出现挺多次了吧 因为最近买的比较多 这个呢是蒜味的鸡肉香肠 就我们家以前很少会买这种西式的香肠 因为我担心就是油脂会比较的多一点 那这个呢是鸡肉做的 那油脂呢相对的会比猪肉少一点 而且蛋白质的成分会更加的高一点 我这个也是随意拿的 想不到特别特别的好吃 它其实会有三种口味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蒜味的 它除了蒜呢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香料的成分 烤香肠呢是一个需要有耐心的火 我都是在平底锅里面加些许的油 一点点的油 把这个香肠放入一定是要中小火 然后不停的就是时不时的翻动一下 让它四面都可以受热均匀 如果开大火的话 外皮胶的里面就还没有热 我是喜欢中小火 把这个香肠烤的外面有点焦黄 就吃上去脆脆的 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咬上去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多汁 虽然不能说用爆浆来形容 但是非常非常的多汁 那接下来要说的是毛豆 那很多人会认为毛豆就是没什么特别的 中超也是会有的 相对于中超的毛豆来说呢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Trittal Jules他们家的这个毛豆 他们家的毛豆也有这种就是去壳的和不去壳的 我最近买的比较多的是不去壳的 而且它这个呢是会有两种 一种是带盐的 一种是不带盐的 我买的是带盐的 即使是带盐的 它吃上去真的是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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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和不带盐没什么区别 那这个呢就是中超买的毛豆 我比较偏向于Trittal Jules这个毛豆呢 首先是因为它的颗粒比较大一点 就是它的毛豆会比较的饱满 然后它的肉吃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 那中超这个呢就是不是很饱满 这个毛豆是扁扁的那种 就是我以前买的比较多 自从发现这个Trittal Jules的以后呢 我就不买中超的这个毛豆 我这次买这个最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Trittal Jules这个毛豆啊 它是熟的 然后中超买的这个毛豆呢 它是生的 Trittal Jules这个毛豆你放入水中 差不多开了五分钟之后 就可以把它捞出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熟的很方便 我通常把这个毛豆都是作为零食来吃 看电视的时候啃一些毛豆 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是一个红薯薯条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知道的 他们家有普通的那个土豆薯条 有红薯薯条 我通常是会买红薯薯条 我看网上有人写还有薯格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红薯薯格 这个呢也是我经常会买的 这一包是昨天新买的 然后这个是之前留下的 我通常一包可以吃两次 它是会换新包装啦 这个好像比这个浅一点颜色 我刚刚才发现 有些人当然会说可以自己做红薯薯条 这也是可以的 我之前也做过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快手一点吧 它拿出就是这种一根一根的 而且它也不会粘连在一起 就是很棒 放入烤箱之后让我看看啊 放入烤箱之后18到22分钟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空气大锅里面 我通常是把它放在烤盘里面 进入烤箱烤 在烤箱里烤的时候会有那种滋滋滋的那种响声 闻上去也很香 那最后要给大家推荐呢 应该算是一个生鲜的食物 这个是我昨天买的 我已经冷冻起来了 是这个里肌肉 这个是猪肉里肌肉 我们这边猪肉里肌肉还挺就是好买 但是牛肉的里肌肉就比较的难买 我之前做那个水煮牛肉 还有一些肉丝年糕 或者需要用到肉片的 我都会用他们家的这个里肌肉 我觉得要比中昌买的里肌肉 要好非常非常的嫩 如果做水煮肉 只要把它切的比较的薄 然后呢放点蛋清啊 放点淀粉 放点料酒 腌一下 下了那个沸水之后 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口感极其的嫩 就可以很快速的做一个中餐 还有一个用的方式呢 就可以做叉烧肉 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叉烧肉呢 是用梅花肉 或者是用五花肉 或者是煎颈肉来做的 但是那些部位的肉呢 就油脂含量比较高一 如果想比较健康的话 就可以选择用里肌肉来做 那里肌肉呢 首先它很瘦 它是几乎没有什么油分的 二来呢 它又相对于其他的瘦肉来说 它是比较的嫩的 就没有那么的柴 我自己接下来也准备用这个里肌肉 来做叉烧肉 好了 今天吹的这种好物分享视频 就到这边咯 快去试试那个巧克力 croissant 肯定不会后悔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bye